大家好 今天还是继续谈一谈关于彭文正老师 在台湾有一个未出庭的一个开庭这个事情 因为刚才看了看李振华历史 他的有一些描述关于法庭内部的一些状况 一些工房或者说法官怎么说 检察官怎么说 通过李律师的谈话呢 我还是感觉到这次台湾政府明明是知道蔡英文是假的 明明知道彭文正质疑蔡英文这个假博士是正确的 按理说他应该把这个压下来 压下来就是尽量的把它拖 拖延时间拖到以后再说 那这个时候他突然要开庭 开庭呢 在庭上我们能看到根据两位律师 根据张静和李振华律师的介绍和描述 我们就看到法庭就是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彭文正不到庭 在这个时候检察官就提出了一个拘题 就是我要把你逮捕拘押 然后强行把你押到法庭来 你看这个事情如果没有上面的压力 如果没有菜甲骗子的压力 他们能这样做吗 因为他们傻吗 他们大脑傻吗 他们知不知道菜没有博士学位 他们知不知道彭文正质疑是正确的 我相信只要把这个事情大概的了解一下 都知道菜是个骗子 而彭文正老师没错 就是质疑你 而且质疑都不行了吗 而且他们已经做了大量的调查了 不管是赫德芬老师也好 徐永泰也好等等等等一切的 这些人他们手里有大量的白纸黑字的证据 证明你蔡英文根本就是一个骗子 你没有博士学位 你欺骗了全体台湾人民 这个事实已经是无可置疑了 在这种情况下 法庭还一定要开这个庭 而且检察官说我还要拘 我要逮捕你把你压到这来 很可能强行的判彭文正有罪 这样一个在光天化日之下 要制造一个公开的冤假错案 这个很明显 他就是利用他的权利 他认为现在蔡这个政府 没有人能管他 美国管不了他 中国管不了他 什么人也管不了他 现在他是老大 在台湾这个土地上 他干什么人都管不了他 所以他就要出这口恶气 为什么要出这个恶气呢 因为你这个贾博士 这就是铁证如山的一个骗子 这个呢 是能够打中他的要害的 能够出他每天都睡不好觉的 一个致命的要害点 就是这个贾博士 第二个致命要害点 就是那个817 这两个东西都是他公开造假 铁证如山的事情 但是呢 817没有人能够追 而贾博士这个事情呢 彭文正老师 以及徐永泰 林怀强 何德凡等等等等 那么多人就一直穷追不舍 而在这些人当中 彭文正的声音最大 也就是说他有一个平台 这个媒体平台 虽然给他挤压到YouTube上去了 目前还活着 还能说话 哪天不能说了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目前还能说话的话 至少能影响一部分 很少部分的一部分台湾人 也能影响全世界 在全世界的华人当中 这个东西是能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所以他这个庭开下来之后 就有一个感觉 上面已经下令了 借助司法 必须把彭文正抓到 借助司法 必须判彭文正有罪 借助司法 必须把彭文正 关到监牢里边去 这个动向 我已经透过两个律师 来描述法庭的检察官也好 法官也好 他们的问话 他们的态度 已经感觉出来了 彭文正是不能回台湾的 只要回台湾 一定把你抓起来 只要把你押上法庭 你律师辩护没有用的 他是不管你的 他已经弄好了 我就是强行的要判你有罪 强行的要把你 关到监牢里边去 所以彭文正 不妨可以考虑 在某一个适当的国家 申请一个政治庇护吧 这个有必要这样做了 因为申请政治庇护 能够让当地的那些媒体 能够重视 能够重视这件事情 这个蔡甲博士 他们这个司法 就是他们家的家法 他想干什么都可以 所以这个迹象很明显 首先彭老师不能回台湾 二一个 不要再指望什么司法了 张静也好 李振华也好 他们在那边去讲 这个没有问题 他们目前不敢把张静 和李振华抓到监狱里边去 他毕竟是一个代理律师 但是彭文正 这个事情呢 你如果回去的话 这个是很危险的 我们看历史上 中国历史上 那些革新的人 改革的人 改革派 革新派 或者造反派 他们回去 或者被抓 或者武装起义 没有平静的日子可以过 彭文正 如果你回到台湾 你绝对没有好日子过 一个被抓起来 一个跟他们死磕 但是目前这种情况下 目前台湾这个政治体系 跟当年那个康有为 跟那个吴旭变法 跟梁启超 跟他们那个年代不一样 那个年代呢 在中国历史上 那个年代是兵荒马乱 各地军阀 谁也不服谁 皇帝呢 他那个控制力 当时没有那么的牢靠 所以呢 有很多的中国土地 当时又是那么的大 他要想整个的 把全中国那么大的土地 都变成一个声音 当时的皇帝还做不到 所以呢 在那个时候呢 就给了孙中山也好 给了康有为也好 给了梁启超也好 给了龙斯坦也好 给了这些人一些机会 这些机会呢 他们就可以回过来 然后重新组建 重新发动这个 叫武装起义啊 发动了N多次的武装起义 但是在台湾呢 看来现在没有这种火种 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所以现在回到台湾 是非常危险的 不要回去 不要回到台湾 蔡这个骗子 这个政府已经发疯了 在任何 你看中国的历代皇帝 这种独裁统治 在他末日的时候 也就是蔡还有两年的干头 越往后 他知道他这个权力 即将结束的时候 他干出来那个事情 越疯狂 越残暴 所以呢 不要在这个时候 至少在蔡 没有下台之前 我看 庞文正都不能再回到台湾了 他后边的手段 是非常残暴的 他为什么不敢直播 为什么不敢公开让外界看到他的法庭呢 就是他明显的是在制造一个冤假错案 他在帮助一个骗子 来制裁一个好人 就算今天如果把庞文正判有罪了 将来这个案是一定翻过来的 这是肯定的 问题今天他当然在这个光天化日之下 不怕任何人说 他就要制作一个冤假错案 可见他现在这个独裁统治已经到了核整水平了 他已经不怕了 他知道他能干 他知道他绝对能够把彭文正判罪 打入监狱 绝对是可以的 没有任何的反对声浪 在这种情况下 这么大的一个案件 按照律师的说 就叫社会瞩目案件 只有两个律师在那说话 反对党呢 我再说一遍 反对党呢 猪呢 磕呢 没有 这些人都不管 都知道别碰 别碰菜 碰菜他就完蛋 这些人都是没有公义的 都是没有良心的 这些政客 台湾现在政坛上的所有的政客 都是昧着良心 在吹捧蔡英文 个别的人做个假个动作 假装的忽悠两下 说两句就完事了 其实在这些关键的议题上 在社会瞩目的这些案件上 这个才是应该由国民党也好 柯文哲也好 出面去质疑你这个菜 你诚信有问题 这个是他们该出手的地方 但是恰恰他们不出手 由于他们不出手的话 这种公平正义的力量 在台湾就显得非常的薄弱 还好有两位律师勇敢地站在前面 站在法庭上 如果能有更多的律师出来 当然是更好了 但是我看恐怕难 就台湾这个地方 这帮怂 一个个的 你看绿营那个怂 从上到下 哪个不怂的 你看看 从选总统被罢免 副总统一个个怂的 七大狼八大狼 一堆十五大狼都有 都怂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台湾这个社会呢 是一个很肮脏的社会 现在就他这个政坛 整个这个政坛是非常非常肮脏的 肮脏到不顾脸面 能公开的去造假 在西方国家也很肮脏 但是他们有的时候还顾点脸面 他还不让你公开 还不说 不让你知道 诬陷一个好人 偷偷的给你干掉了 保护一个骗子 偷偷的你保护起来了 他还不让你知道 而台湾呢 不是 公开的 我就要诬陷一个好人 我就要保护一个骗子 你看看这个台湾 社会就是这种样子了 所以我昨天说了一下 台湾这个社会 司法已经彻底完蛋了 现在我们再看这个什么开庭啊 当做闹剧去看了 都不要看 都不要带有什么法律的眼光 就是一个闹剧 一个宫廷大剧 一个上演了蔡英文所掌控的一个宫廷底下 那么多的南非子 那么多的太监 在玩弄一个什么什么权力 就是这东西 这部超级恶心的大剧呢 就在台湾就上瘾了 那么多的太监 哎呦 那么多南非子就在那趴着 你看看这个样子 让我们现在怎么去形容台湾呢 一堆太监 这个戏呢还没完 还得看啊 看看他怎么表演 我们呢就当做娱乐八卦来欣赏吧 我也不把这个蔡甲博士这个事情 当做一个什么政治话题了 就是娱乐八卦 一帮骗子 一帮污赖 在玩他们手中所赚到的权力 来玩好人 来制裁好人 来保护贪污犯罪 欺骗造假 蔡这个地方公开化了 就加拿大这个事情 过两天我们还是再做一个节目 给总理看看他管不管 我认为他是不管 但是呢 我们还可以说 虽然现在我们的频道 已经被严重的打压了 到最近一段时间 打压的非常的非常厉害 但是只要一天能说话 我们还就继续说 目前打压我们的背后那个是谁 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一直在被打压 所以台湾这个事情呢 我们再继续关注一下 关于贾博士这个事情 看看还有什么新的八卦新闻在蹦出来 反正彭文正不能回去 这是肯定的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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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